大家好,我是莫特利尔的房地产经纪杨科 今年呢,想必大家谈论的话题前三肯定就有房产 一波一波的房产热度呢,伴随着一波一波的涨价 成交价格不断上涨的同期呢,成交期限也不断缩短 可能去年还在持观望态度的人,今年也准备入市了 会觉得房子只涨不跌 但是其实在金融学里呢,这是一种非理性的偏差 当然,总的来说,长远看,房产相对于其他一些资产呢 属于优质资产,长期持有呢,一定赚钱 但是它的价格呢,不会直线上涨,一定是在波动上涨的 涨多跌少,但依然呢,在一定的期限内会有涨有跌的 从去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一条笔直的上涨线 但是谁都不知道,下一个波动何时会到来 那到来的时候呢,地区的重要性呢,就体现出来了 通俗点说呢,就是潮水退了,就知道谁穿着裤子游泳,谁在裸泳 因为从历史数据上来看,有的区在遇到回调的时候呢 依然可以以不错的价格,较短的期限卖掉 有的区呢,可能一套房,两百到三百天都卖不掉 所以,如果你现金融充裕,在波动的时候呢,可以撑得住 抗风险能力强,那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再等下一波上涨的时候出售就可以了 但如果你的抗风险能力不强,或者只打算短期持有 你就需要考虑很多的问题,比如地区,户型,何时退出,怎么退出等等 当然你不要问我,哪个区的房子不能买 我视频里是不会说的 但是如果你要找我买房,如果前面是火坑,我也一定会拦着你 我的观点呢,就是,尤其在市场火热感性的参与者越来越多的时候 更需要一个有经验和理性的脑子协助你们 好去好房,该抢则抢 尤其是自住房,上车时间呢,永远是当下最好 多少钱买,还要以自己的可负担性来决定 因为这个低利率的时代呢,不可能永恒不变 哪怕之后,利率可能会小幅上涨 比如说你利率小幅上涨百分之一 随之你的贷款额度特别多的话 也许每个月会有几百块钱加币的波动 假如这几百块钱加币的波动对你来说生活质量上有很大影响 那就不要头脑发热硬抢 假如说这几百加币对你没什么影响 那就应该先买上,锁定之后的不确定性 另一些手里赚着现金需要投资的 则更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投资方 另外,全球的房地产市场呢,都会遵循着一个规律 就是板块轮动 咱们就拿中国上海来举例吧 去年到今年,上海浦东中环甚至中环以外 房价都赶超内环的长宁区和静安区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今年你就应该把上海浦东外环的房子卖了 买回静安区 因为只有比诗连上端价格太高 大家才会跑去比诗连下端摆房子炒起来 之后再回到比诗连上端 这种轮动趋势在蒙特利尔也一样 岛内,南岸,西岛,北岸,涨市轮到哪了? 我何时才准点?买在哪? 不是一句我要买独立屋就能解决的 你还要知道蒙特利尔的房地产比诗连在哪? 而且因为中国的房地产都是按每平米多少钱来估算的 但是加拿大房地产类型有很多 独立屋,半独立屋,连派别墅,公寓,投资物业类型很多 不仅板块会跟着轮动,房型也会跟着轮动 还是那句话,房子早买永远比完买好 就看你买在哪,买的是什么 房子的类型和装修质量决定了房子的起点 位置决定了房子最终的终点 如果大家想在蒙特利尔购房之夜 请扫描视频后方的二维码 来添加我的微信,来了解更多房产信息 谢谢